是这里 我有印象啦 那次阿游来采药 一只被凶手灼伤的村民 我放心不下 赢不跟我了 结果发现我被一群妖怪的攻击 刷上这道符 就打跑了妖怪 哪有你说的那么厉害 我和小晴就是这样互相就来就去 才熟起来的嘛 主任 这是 这应该是凶兽经过这里 所留下的火灵残影 我们再找找还有没有其他痕迹吧 小菜一点 是凶兽的吼声 花柳一定就在这附近 雾气好大 看不清方向 我们循着圣医 是不是就能找到他了 应是可惜 不过吼声时有时务 仅凭这个还不够 仍需多留一场 找机会 打赶咒 要不是学了医 我就是神社呀 没有学了 师弟 我们上 这是岳姑娘 啊 我说这几年花海 我说这几年花海 怎么莫名其妙多了好多武器 我说这几年花海 那时候就差邀在搞 我好像是凶兽闯进花海 牙之后才出现的 齁 难道是任了凶兽当老大 来吧 哼 好精彩 好棒啊 自己的箭子精彩 哎呦 玉子街灰燼的姿势真漂亮 真是能不能做了 千巧零件 没有啊 天啊 有好声 是滑流的 听起来好危险 我离凶兽越来越近了 都打起精神来 师姐 等一下 怎么了 你们没有与凶兽正面交战的经验 我将赵神之术交给你 以防万一 他研究赵神之术 是想要帮助我们吧 好 你多费心了 赵神之术啊 这个厉害了 谁来兄弟 多谢秀大哥 多谢秀大哥 而他 速速离开 且慢 他似乎还有一丝礼片 不像一般凶兽 花柳 你月月前逃草菅人命 可知罪大恶极 无奈神兽 岂会如此 妄造罪灭 实非无知本性 汐取生相凶悍 但甚少主动伤人 花柳更是天相温和 此二者 虽皆是天狱图 但罪名不重 为何会越狱后性情大变 无奈获罪 而被禁于天狱之中毁过 灵力日渐衰竭 黄狐剑 似是有一位强大的神族杰狱 为诸多囚徒脱逃追随而去 天狱一度混乱 那是 我无力懂的 狂行七夜将剑满 自然不敢负天罪业 然而 不再有记忆后 就已身在人间 你并未跟随魁与逃走 然也 无神之失控 所经之处 凤云了许多村镇 之后流落至此地 梅花 可助无脱力 亦能得片刻清醒 至少 不再处举伤人 怎么会这样 好 噶 合作 救出 帮助 总 但是 为什么突然凶兴发作了 先让我们参考 不好 你发解药药草坏过了 这样下去我们会完蛋的 神兽岂可被荣为凶兽 当独解存活 不如救死燕灭 还是清晓的 可怎么还在攻击我们 凶时一时有片刻清醒 剑神 但无法控制自己 毒 凶兽之事 怕是另有隐情 我们 将他葬了吧 你们退后 走吧 不过 等下 这里的弥花毒性 连凶兽都能治住 我想多采一些回去研究研究 好 这些应该够了 我们走吧 滑流之事 需要尽快向真人报告 好 对了 晓晴 这次我总能一起进行侠派了吧 哎呦 今天守门的还是大师姐 又是他 我上辈子到底是得罪哪路神仙了 怎么命志不不合 神族不会干涉凡人的命数 谢谢你提醒我天生倒霉 你真是不合适的 你真是不合适的 秦妹 上次你说弄丢了香囊 正好我看村子的铺子里有不合适的 送给你 月姐姐 月姐姐你还一直记着啊 好漂亮 等等 怎么又被打抢先一步啊 我知道 那个香囊一定对你意义非凡 我不知该怎么换命啊 那个 是我娘秀给我的 我从小就待在身边 不知能否帮在下这个忙 后来到了仙侠派 那就是 喂 喂喂 不对劲啊 怎么会有这么多士兵在这里啊 什么 糟了 各位 不可再踏进一步 仙侠派为女秀门派 谢绝男子到访 否则 我仙侠派将视各位为闯派恶徒 不会再客气 我们可以不入山门 但你们必须立刻将都督府白家千金 公送出来 都督府白家千金 师父所说的弟子 皆为孤苦无依之恩 哪有什么千金小姐 师姐 师姐 你们 别动手 你这是什么人 快滚 蠢货 一边去 女大事八变 那天竟然一时没有认出来 二哥 好 跟二哥回家吧 好 好 跟二哥回家吧 你离家这些年来音讯全无了 你离家这些年来音讯全无了 家里人都非常担心你 日日夜夜盼着你回去团圆哪 好 喜超 二哥 等等 有什么话回家再说 请妹 这是怎么一回事 不管你是什么人 都不能强阔她 持相点闪一边去 若不是因为你们是小妹的朋友 就凭你们在卢龙军营地的所作所为 就能让你们抄家灭族 好大的官位 可惜这里不是卢龙府 我也不是怕事儿的 仙霞派乃修仙清静之地 和官兵素来互不干涉 请回 笑话 这是我白家家务事 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 仙霞派乃清修之地 还请勿咬善斗刀剑 师父 你们几个先退下 这里我来处理 鱼霞真人 久仰大名 本将是来接舍妹白莫勤回家的 寻亲乃人之常情 但仙霞派亦有自己的规矩 什么规矩 二爷我 二爷我 二哥 师父 我 弟子对不起您 弟子并非存心想要隐瞒 只是当时年幼又遭变苦 心生慌乱这才撒谎 师父 我 突然知错了 其实这些年来 为师多少察觉到你似乎在隐瞒什么 只是仙霞弟子大多过往凄凉 为师不愿再触及你们内心深处那些痛苦的回忆 故从不会多问 如今您已长大成人 无论何去何从 为师都会尊重你的选择 师父只希望 你能够勇敢地直面过去 莫要再选择逃避 晓晴 你赶紧说啊 你不想回去 对不对 师父 师父 这些年来的收业解惑之恩 父亲日后 必定报答 什么意思 你真的要走 为什么 让你们担心了 可是 有些事 我必须去面对 就让晓晴这么走吗 他这一去 说不定就再难回来了呀 他拿二哥在掌门面前客客气气的 回家后呢 还有 白家那种蛮横态度 万一晓晴回去后被关起来 他们毕竟是亲人 应该不至于太过分的 师父有要事和三味相伤 已在大殿等候 小师妹 还会回来吗 对了 还能再回来吗 亲妹的香脑 你少说两句 一切到面前真人后再说吧 凶兽的事情如何了 他 滑流 没想到凶兽肆虐背后 竟还有这般隐情 七情虽可敏 但他终究还是夺去千百生灵的性命 致使无数百姓流离失所 无家可归 除去滑流 实乃将其自凶性中解放 你们切莫在因此而有负担 尤其多谢上神相助 分内而已 刚刚传来消息 有凶兽在辽东重镇的运河中处 我即刻前往 那不就是在 还不快谢谢真人 谢谢前辈 谢谢前辈指点 儿女情长固然珍贵 但修道者 理应以天下苍生为限 是 晚辈息听教诲 那我们这就去卢龙府 去找小 去除凶兽 是去除凶兽 对 对 去除凶兽 打完顺道去看看小晴 总可以吧 聚报 该凶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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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方虽然地处边散 但还挺热闹的 小秦家在哪儿呢 秦妹他们是马车 从新霞派到辽东 少说也要走十天半月 我们欲行而来 自然要比他们快上许多 你就算现在找到秦妹的家 也见不到她了 对 她脑子已经糊涂了 秦妹的兄长失分不一般 上次救助邝逸时时间紧迫 未来不及详细打探 如今秦妹他们还要许久才能到达 我们不妨多打听打听 有关白夏的消息 然后找个落脚地方 养精蓄锐 听说了吗 前几日有人闯入了军营 真的假的 什么样的人啊 说到这个就奇了 竟没一个能说出那些凶徒的样貌的 还有这事 你做了什么 那天就旷议时 我伸手送了点迷魂谷的重卵到军营里 就那些小杂兵 根本记不住我们的样子 客官 里面请 掌柜的 要三间房 几位客官要住多久啊 我们是来办事的 办完才走 不一定留多久 明白了 小二 照顾这儿 还有 新的 大杂兵 你 小杂兵 你们还好吗 给你们惹来麻烦 真的很对不起 等我回家之后 会力劝两位兄长释放矿意 并调查军营的事 你们保重 自己很公正 看来秦魏所处的环境是安稳的 还是先把这鲁龙斧给摸透吧 请妹 心已收到 一切平安 我们已经先到了鲁龙斧 若你身陷不立 务必立刻通知我们 你走之后 阿游十分担心你 整日坐立不安 阿游 小妹 怎么了二哥 晚膳准备好了 吃完早些睡 我们天一亮继续出发 转到水路北上 很快就能到家了 到家 嗯 好 每天我们走遍鲁龙斧 但一直查不到白家 和那座神厅塔的情况 今天还是按计划行事 看看能不能在城里 打探到线索 还有凶兽 对 华流所言 亦颇为蹊跷 需要查明白 按天狱记载 西渠华流等 是奎宇结狱时逃走的 但华流说的却不一样 莫非天狱记载也会有误 你们两个先继续去打探 我去买点草药 银骨用完了 我得做点新的 况且 上一次采到的梅花 我还没来得及细细研究 要是能将花毒提炼出来 想必日后对我们大有用途 那梅花毒可以克制凶兽 的确好好研究 那你们先去逛 晚上我们在客栈集合 好 对了阿尤 你确定 那些士兵不记得我们吧 确定确定 顶多觉得眼熟 放心吧 诶 客官 里边请 酸酸日子 前面也快到这路方 花儿是客帐的床住吧 到时候 得想办法见上一面才行 最近也不知是怎么了 那边 就是我们解救矿疫的地方 就是在家里闹耗子 这个周铺 冰大哥 我们听说鲁龙府繁荣富数 所以也想迁徙此地 不过 不过 看城中有这么多贫固百姓 在领征 这又是 误会了 误会 这些呀 不是当地百姓 他们都是流民 因家园被凶兽所毁 从中原逃难来的 你也知道 现在凶兽肆虐 想要找一个能安分度日的地方 可太不容易了 他们这些人啊 只是在这里暂时住几日 然后呢 都会由我们带到安全的居住地 出道鲁龙府的人 衣食住行 都由都督府负责 要是没有白都督救济 你们想要扎下根来 可难着呢 原来如此 白都督可真是令人敬佩呀 那是怎么 小姑娘 你们初来乍到 要是有什么不方便的 尽管到都督府 去寻求帮助 谢谢您的提醒 话说回来 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啊 我前几日 坐船从码头进城 大概那个时候您见过我 那 这白家在当地 倒是颇得人心 可惜白日行动 无法靠近鲁龙军营 都由始终 都得自王什麼 两 vale 师姐 怎么啦 孟章 应该不是个好人 他绝非善类 你要防着他一点 为何如此说 他罔顾神尊旨意 想让我 我回来了 我跟你们说 那梅花的花毒 被我提炼出来了 简直太有效了 怎么个有效法 等我们遇到凶兽 你就知道了 虽然只有一小瓶 但足以对付 四五头凶兽呢 但愿真如你所说的 那般厉害吧 刚才修无说了 一半被打断 一半被打断了 还是过去问问吧 师姐 之前梦章 给了你仙兽之 不错 他同时给了我 一件法宝 可居然魂魄 什么 你我共生之术 与师姐的御灵之术 大为不同 御灵之术 乃是共享灵力 而我们 却是共享魂力 若是拘了师姐的魂魄 随身携带 我的确就可以 随意行走了 那 我岂不是 只要身体不悔 就还活着 就还活着 只是生魂离体 也就是说 梦章给你的法宝 是让你寻找机会 把我的魂魄抽离 然后 把身体冰封 保持不悔 对吗 社稷居我魂魄 这是梦章私自所为 还是受人指使 若要命令他 也唯有敖须 不对 休无对此事不知情 那敖须 搞不好也同样 被梦章蒙在鼓里 师弟 我也有事要同你说 之前在军营中 我们看到的黑袍人 他手上带着 与梦章相同的班纸 若我所见不差 那黑袍人便是梦章 天师们近些年来 势力扩张极快 这或许是梦章 假敖须神尊之事 以满足自己思念 所以要小心他 我明白了 若能同敖须神尊联系 我会将梦章所作所为 进阶禀告 敖须神尊应该也不希望 自己所夺非人 快入夜了 我们还需再去 神庭塔营地一探究竟 城内有件事情 我觉得有些蹊跷 好 师姐 你想再去一次神庭塔营地 正好办 我身上带了银骨 悄悄地去军营转一圈 只要不放火不打架 鬼也不知道我们进去过 圣地玄黄 还好我机智 趁着今天贝族药材 顺手又练了些银骨 对了 也要多谢你的迷骨骨 那些士兵 真的认不出我们 好像是课上的床书 苗人的古术 确实奥鸣 是吧 书万 难得被二位夸奖了 再多说几句啊 最近也不知是怎么了 夜里老是睡了 救命 救命 你们可听到有人喊救命 没有啊 快救救我 不对 是有人在喊救命 声音是从码头方向传过来的 小兄弟 你听见有人喊救命了吗 没有 只有岳姑娘能听到 莫非是 要不不要 今天这天可真够冷啊 等下 你等着 听起它 兄弟 你等着 man 传道 人家 人家 是 人家 人家 要不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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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行不行你孟皇 就嫁得来了 他快不行了 姑且一事 先手 我乃名树门弟子 你若同我弟姐弃约 便可因我灵力活下去 你可愿意 好 云传太虚 真文淡资 慧原玄生 容在万物 灵力相生 精气固形 胎光为隐 幽精作平 明树之情 师姐 解乃成 明树门弟子 运轻书 携风御灵 迎战 你 我 我会帮你治疗的 太大了 速度又快了 根本找不到机会用花粉啊 先将他击倒 没宝 上 上 来吧 奥函冰武 这套怪鱼 出手这么重 不吃好人心哪 他必须认识 他必须认识乎是灵力汇聚的 他在这 这 这 阿优 在这里 阿优 在这里 哎 阿游 你研制的明花药呢 快用上 哦 好 赤如 你能听懂我说话吗 之前你迷失神智 现在可清醒 此处为 人界 是人界 你从天狱逃至人界 究竟都犯下了怎样的罪孽 此逃 我 应被求于天狱 积水之渊在对 啊 无足有子 无以惜记得 无死乎在追捕鱼路 无恙否 没事 那不是你本意 我不会怪你 即使非无本意 依然犯下不可饶恕之罪 此 无所犯累累罪孽 尽浮现眼前 我 竟已剁为凶手啊 糟了 你花药小不够 压制不住她的凶性了 主人 她的神智被咒毒操纵了 让她解脱吧 过程凶兽的灵兽 都是中了某种不明的咒毒 不要可解 我们灵兽是天地灵气所聚而生 末后再度化为灵气 不会为此而被爱 这也是 赤如前辈希望的 我明白了 主人 赤如前辈说 谢谢你们 这样根本不能算是结酒 这是 各位英雄 三位英雄 本都镇守卢龙府多年 还从未见过可除去凶兽之人 今日 当真让白某大开眼界 我乃卢龙府都督白松环 三位立下如此大功 还请务必让白某设宴 给三位清宫 卢龙府都督 那不就是情媚的 正好 趁此机会将都督府摸清 那就 恭敬不如从命了 多谢三位英雄赏脸 方才凶手肆虐 造成船只些许损坏 本都还要再去做善后工作 还请各位 先行前往都督府 方才情势所迫 我不得不以明术门法术救你 此刻你已无恙 只要你想离开 我可以解除契约 你救了我 我愿意追随你 以后你就是我的主人 请不要赶走我 好吗 我怎么会赶你走呢 如果你愿意留下来 我高兴都来不及呢 我叫陈锋 月姑娘 你的运气可真好 又一只灵兽 可灵兽很少出现在 人类聚集地 你为什么会跑到这里呢 前些时候 出现了一群可怕的道士 袭击我们部族 我逃了出来 又遇到了赤儒 我受了伤 他的力气也比我大许多 我只能逃跑 光不泽落 逃到了这里 一大群道士去袭击封灵兽部族 你可知他们是什么门派 记不清了 当时场面混乱 我在同族的拼命保护下 才勉强逃出来 再加上伸受众伤 所以有些记忆十分模糊 或许等一段时日的修炼 我就能慢慢想起来了 别担心 我以玉灵术与你共修 相信很快将能恢复 眼下看来军营是去不了了 不过能进入多多府 也算意外收获 我们就来好好查一查 这个都督府的底 明术门又多了一只玉灵 回去告诉爷爷 他一定很开心 按掌门手机记载 祖师爷的第一只玉灵 也是放戏的呢 不过看形态 应该不是同一组的 祖师爷的风雨灵 明术门的灰迹 正是来人于这只新灵兽 了解了 三位少侠大驾光临 真是令寒舍彭必生辉啊 想不到几位看着年轻 竟能除掉这般棘手的凶兽 白某佩服 可真会打关枪 都督过誉了 不知几位失臣何处 如此修为实在不俗啊 只是个无名无姓的小门派 不足挂齿 禀都督 二爷和小姐的船 已经在码头靠岸 小 太好了 今天可谓是双喜临门哪 现有三位少侠除去凶兽之功 又有吴家兄妹团聚之喜 请稍坐 白某遮就着人 背下宴席款待诸位 一来是为庆功 二来也是给舍妹喜尘 多谢都督美意 禀报将军 都督有要事与你 小妹 昨夜城中有偷马贼触没 军马被窃 我要即刻过去处理一下 你先回船舱休息 待二哥处理完后 一同回府 可是 好